这人这个伏笔是真厉害 这哪只一石二鸟 是他九头鸟都不为过 133我们知道 法尔科的恶聚可以飞 主要是因为他在继承恶聚之前 喝下了兽聚的击损液 而正因为他喝下了兽聚极客的击损液 他看见曾经的兽聚飞翔在云端之上的记忆 这使得他认为自己也能够成为翱翔天空的巨人 我们先来说说这处伏笔设计的有多精妙 然后再来谈伏笔回收之后细丝击控的可怕 这个伏笔完全可以做出到两年多前巨人108话 也就是帕拉迪岛的高层们在餐桌上讨论着女王突然怀孕的事情 这个时候尼可洛在这个人的要求下再次拿来了红酒 作者当时专门给了一个特写 我们在当时表着怀疑 这瓶红酒中极有可能掺入了兽聚极客的脊髓液 108话这个伏笔就这么给埋下了 但是万万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么一个戏剂 居然会引起后面的剧情接二连三发生巨大的转折 咱们先来说说两条剧情转折大线的连环伏笔回收 可以说是一转再转 缓缓相扣熟练的套完老千层的步伐 一 尼可洛在得知甲壁就是射杀萨莎的人之后 控制不住的愤怒让他抄起红酒瓶朝甲壁砸去 而一旁的法尔克这时挺身而出 结果红酒瓶砸碎在了法尔克的头部 剪出的红酒顺着法尔克的脸颊流进了他的嘴里 这个情节可以说设计的很巧妙也很合理 既充分的体现出了尼可洛对萨莎的特殊感情 也恰到好处的体现出了法尔克对甲壁的特殊感情 然后借机回收108话特写尼可洛拿着酒瓶的伏笔 同时又再次埋下了一个更大的伏笔 因为后面法尔克必定会随着极客的吼叫变身巨人 那么问题就会变成法尔克会不会吃掉哪个智慧巨人 继承巨人之力 当时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猜想 会不会是吃掉兽举变成会飞的巨人来回收 法尔克之前在中东联合战时指着因的这一处伏笔 以及在那一战结束之后当时的元帅说的这句 难道就没有长翅膀的巨人吗 虽然这种猜想很不错 但是当时我也曾对这种想法产生过质疑 原因很简单吧 兽举极客得留给兵长来解决 可是作者想的好像就远远不止这么简单了 很明显在兽举极客上还能做出更多更大的伏笔 说起来这和尼可洛拿着的红酒关联起来 那就更加千死万缕了 说出来又是那句大家熟悉的巨人牛逼 咱们还是先把这第一个大线说完 这个巨型设计也很牛逼 如果说巨人的进度真的像咱创哥说的那样 是按照他起初预想的那样进行的话 那可以断言 恶剧的这个设定应该就是为了 法尔科会飞恶剧的最终形态准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眼公式书中当初作者对恶剧的设定 行动迅猛拥有强有力的爪和恶 能将猎物撕碎的强袭型巨人 抛开巨人咱就单看这描述啊 让你想到什么 是不是有那么点 而创哥为了最后拼出这份惊喜和转折 通过法尔科为爱救甲币 务实兽剧极客几岁这么一个连环伏笔 为法尔科的恶剧插上了翅膀 同时为此也巧妙地运用了女巨人阿尼结识的问题 埋下的伏笔和回收的伏笔 本来这一点咱们上一期节目中有说过 这里咱就不再追溯了 毕竟今天的节目有点长 当然了这条大线还没完 接着会和我们要说的第二条大线 再次发生交织和冲点 二红酒中参有兽剧极客的脊髓液 同样的红酒还被押运极客的冰长等疫情 调查冰团带入了大树里 之后随着极客的一声吼叫 数上数下除了冰长之外 调查冰团成员们瞬间变成了巨人 同样这也是再次回收了 尼可洛手拿红酒特写细节的伏笔 然而这个伏笔也不是一次说完 这第一层是为极客创造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可面对人类最强战士的冰长 极客这显然是在铤而走进 冰长首任了变成巨人的调查冰团同伴 再次活捉了极客 而这次也因为创歌通过这种方式对伏笔的回收 再次巨大的加深了冰长对极客的仇恨 一刀了结极客已完全不足以平复冰长内心的痛苦愤怒和仇恨 冰长他不得不亲手去杀死自己的同伴 如果你能理解冰长当时内心的纠结和痛苦 那么他不仅仅是又一次深深的伤害到了冰长 也是又一次深深的伤害到了我们独者 然而创歌的伤害永远不会这么简单 被情的极客引爆了冰长插在他身上的雷枪 给冰长人生第一次留下了重创 作为人类最强战士的他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伤到他的会是被他虐到有心理阴影的极客 冷酷帅气的脸庞上留下了几道无法抹去的伤疤 同时他还失去了重要的手指 这已然不仅是巨大的伤害 更践踏了冰长的尊严 而就在极客奄奄一息之时 第二层伏笔的回收来了 之前喝下掺有极客脊髓叶红酒的调查冰团成员变身的一个巨人 突然赶到了事发现场 他将自己的肚子拉开 把极客塞进了自己体内 结果就是极客被成功传送到了尤米尔空间 十足尤米尔修复了他残破的身体 极客死而复生 这波操作就直接导致了后来极客安然出现在城墙之上 按照约定和Alan毁灭了 之后随着他的一声巨吼 法尔科变身巨人 这和我们前面说的第一条大线又连接上了 同时又发生了第三层伏笔的回收 帕德的高层们都因喝下了参与极客疾随叶的红酒 变成了巨人而此时此刻极客和Alan也利用了这个机会 原本打算牵手的他们因为假逼的那一枪 虽然结果一样是完成了接触 但却成了接头 好到此为止尼可洛手拿红酒的支出伏笔呢 算是回收完全了 真的吗 并没有 可能说到这里应该已经让你觉得巨人很牛逼了 但是刚开始咱们不是说了吗 还有细思极恐的可怕吗 有多可怕呢 这期节目正式开始一定要看到最后 要不然你根本想象不到巨人戏起来到底有多可怕 本节目一如既往 由你点赞赞助播出 点赞长按一键三连 走向人人巅峰 咱们还是从极客街头Alan说起 街头后Alan被带进了尤米尔空间 这里发生了几个大剧情 关于十祖尤米尔的力量不占契约 极客告诉Alan 我们已经把十祖的力量弄到手了 就此两兄弟开启影帝之争的表演 极客试探了Alan的真心 两回合之后 Alan拱手让出小劲人 我不装了我摊牌 我看过剧本 你那玩独自的计划 我接受不了 对不起了老哥 我只是为了来这里 才配合你的表演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已经很到位了吧 但是极客入戏太深 他忘不了自己是一个演员 既然开始了这场表演 那就必须得把他演完 没有办法 盛情难缺 被铁链扣上双手的Alan 只能接着配合哥哥的表演 抢入戏 这一入戏便如了Alan所愿 第二大剧情 Alan被极客带回到过去 他们看着自己的父亲 看着年幼的小Alan 感受着父爱 还有感受着古力下 对极客的那份 跨越时空的思念 这份思念 让极客感到震惊 让他内心开始彷徨 然而开始的戏 总不能自己来喊NG 演到最后才发现 全都是给他弟子Alan做了假演 Alan通过极客接头 将自己带入尤米尔空间 然后又通过极客带他回到过去 从而创造了古力下 吃掉弗里达 夺取始祖巨人的历史 第三大剧情 当明白自己 只是被配合自己表演的Alan所利用时 一切都为时已晚 极客命令始祖尤米尔实施 爱尔迪亚安乐死计划 试图绝育所有爱尔迪亚人 他认为这样一来 Alan便无法阻止他的计划 阻止始祖尤米尔了 但是挣脱开锁链的Alan 不仅阻止了始祖尤米尔 同时还获得了始祖的力量 最后发动了地名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 无数超大距跨过山和大海 踏过人山人海 清洗马来 大家应该都很好奇 为什么Alan可以做到阻止尤米尔 这个我们后面再回答 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 Alan是被未来的记忆 引导着来到尤米尔空间的 要不然Alan就不会对极客说出那句 我只是为了来这里才配合你的 说明Alan他早已看到过 这一幕未来的记忆 他甚至知道他来这里 是为了接下来更重要的一步 让极客带他去看过去 让他来创造古力下 吃掉弗里达吞食食足的历史 那既定的未来 是由Alan一手创造的 是未来的Alan 引导着过去的自己 去创造了未来 应该是吧 因为静静的巨人可以看见未来吗 而且在121话的最后 古力下说 我看过Alan未来的记忆 但是没想到会变成那么可怕的事情 最后他还说 极客 我爱你 极客 去阻止Alan 紧接着他们回到了尤米尔空间 极客对Alan说的这样一段话 如果静静的巨人真的拥有 超越时间的能力的话 让古力下看到只对你有利的记忆 就有可能对过去造成影响了 父亲古力下对于父权派的职责 感到犹豫 因为看见你的记忆 他已经知道 即使夺走始祖巨人 他也无法使用那份力量 但是他还是夺走始祖 托付给你 因为他看见更加遥远的未来的记忆 看到未来的某种东西 是你让他看到的 哥哥 我很感谢你 多亏你带我进入老爸的记忆 才有了现在的这条路 从极客的正当对话中呢 我们知道 第一 古力下看过Alan的记忆 虽然指着碎片 但是呢 他确确实实看过 二 是Alan让古力下看见了破碎的未来记忆 诱导古力下夺取始祖巨人 并将始祖巨人托付给Alan 然后又让古力下看见了 另外的遥远的未来记忆碎片 再一次诱导古力下 让极客来阻止Alan 这的确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古力下会好好的看见极客 这又是个疑问吧 Alan说的很明白 哥哥 我很感谢你 多亏你带我进入老爸的记忆 才有了现在的这条路 Alan可能是把自己和极客 进入老爸的记忆 作为记忆的碎片 让古力下给看见了 这和Alan创造古力下 夺取始祖的那一幕 可能是类似的原理 他看见了未来 同时也在创造未来 如果说一切都像古力下 夺下始祖一样被Alan所安排 这便让我们又产生了一个疑问 在极客奄奄一息之际 为什么会有巨人突然出现 将其塞进自己的肚子里 把他传输进尤米尔空间 之后始祖尤米尔给他修复身体 使其复活 难道这也是Alan为了让故事 可以按照既定未来的剧本 走下去 从而促使极客和他接触 而刻意创造出的历史 这是不是也就可以解释 一版三人三话莱娜的话了呢 我现在好像稍微能明白Alan的想法了 Alan是不是希望我们去阻止他呢 Alan他明明能影响所有巨人和艾尔迪亚人 然而我们却依然可以使用巨人之力 一旁的匹克接着莱娜的话说道 你的意思是Alan他刻意放任我们 尔米也复合道 是啊 他让我们自由行动 就好像他在测试我们会怎么做 按照这个逻辑 其实又是在回收几个连环伏笔 大家觉得巨人牛逼就不要老在心里皮皮了 觉得牛逼就打出来 又是什么不好意思呢 我们接着说过连环伏笔 一 Alan骂三历史努力 暴揍了艾尔迪 这让当时的他俩之后会如何选择 咱们可以再归宿远一点 二 一百零四话 Alan大闹马来机舍的最后 干到了恶劣 放到了凯去 那时他是完全有机会可以吞噬了他们的 因为莱娜肩部头部后颈部已经凯不成凯了 恶劇也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这时三类的一声呼唤 Alan Alan从巨人身体中冒了出来 上一幕他是准备吃掉恶劇 因为莱娜的出现 他上去就给了莱娜威力十足的两拳 接着Alan却主动从巨人的身体中爬了出来说道 果然是大不了了 力气用尽了 我信你个鬼 老引地了 刚才那两拳 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然后就是三立拉着冒出来的Alan说 那我们回去吧 回我们的家 之后Alan便留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 莱娜再会 现在我甚至开始怀疑 当时Alan不吃恶劇和凯劇 没有了力气并非最重要的原因 而是有意为之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连环事件 你想 马来之作业会加紧对帕岛的复仇袭击 莱娜的话是不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要不然马来绝对不会行动的那么快呀 因为不等世界联合军的集结 齐袭帕岛的作战计划就是莱娜提出来的 还有可能 我说的是可能啊 这极强的求生意大家能感受得到吧 可能恶劇留给法尔科呢 以及法尔科133话为什么会说 他看见的最清楚的是 在云端之上飞翔的记忆 这个最清楚的记忆 是不是刻意让法尔科看见的呢 你是说法尔科看见的这个最清楚的记忆 也是被刻意引导的 对 我甚至不好说这个记忆啊 是不是如法尔科说的那样 真的是来自曾经的过去 它也有可能是来自未来他自己的记忆啊 因为它可以飞嘛 所以他才会说是最清楚的 咱没听极客库托马说过 历代收剧又会废的吧 是不是也存在我说的这种可能 那会是谁刻意让法尔科看见的呢 咱还是回到之前的问题啊 既定的未来是由Alan一手创造的吗 真的是未来的Alan 引导了过去的自己去创造了未来吗 未必 的确 普利夏看过Alan未来的记忆 Alan通过他诱导着普利夏夺下了师祖 然后将师祖托付给了自己 但是看了133话 你还会这么简单的认为吗 咱就不懂全的直接说我的想法 我觉得师祖尤米尔才是真正引导 如今一切的识作用者 当Alan在尤米尔空间中抱住少女尤米尔说 把我引导到这里的是你吗 你一直在这里等待着吧 从2000年前开始就等待着谁吧 在Alan不存在的历史时光中 就一直引导着未来的Alan 不断的用未来创造的历史 就如肖对普利夏提到的 要想救三立二敏和大家的话 就去完成你的使命吧 还比如我们一直所认为的 Alan创造了父亲股利夏夺取始祖的历史 真正的幕后可能都是那个始祖尤米尔 简单的解释就是股利夏妹妹这死 遇见肖遇见戴娜 生下极客 被极客举报 被送往帕岛 继承竞技巨人进入墙内和卡路拉再婚 生下Alan夺取始祖 最后将始祖托付给Alan 然后就是极客接头Alan进入尤米尔空间 看见记形成这么一个环 这一切命运的安排可能都是始祖尤米尔创造的 所以第一话踩过脚 至2000年后的你 为什么极客在奄奄一息时 突然会出现一个巨人将自己的肚子拉开 把极客塞进去传送进尤米尔空间 而紧接着少女尤米尔就出现了 给她修复身体 复活了她 如果这也是少女尤米尔所安排的 那一切就可以说通了 因为她在引导着Alan要去往尤米尔空间找她 她以自由为诱饵引导着Alan前进 让Alan认为那是解放阿尔迪亚的方法 是救三令阿尔米女王她们和大家的对策 所以她才会救活奄奄一息的极客 在空间中假装听从极客的命令 让极客误认为自己获得了十足的力量 配合极客的表演 引导出后面Alan配合极客的表演 要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套牌 而是作为导演 她必须看着自己的演员尽情地表演 那Alan算什么呢 如你们所说 Alan是自由的努力 那尤米尔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为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少女尤米尔可能已经黑化了 当然了我是有争据的 她为的就是那句话 你是自由的 怎么说呢 这就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了 从她过往的经历 我们知道 她的人生非常的悲惨 她渴望过美好的生活 渴望过爱 但命运使得她走向了更加悲惨的不归之路 那只自由之猪 猪从猪圈中逃跑 她遭到了同族人的背叛 所有的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她 悲赴的悲剧就是 你是自由的 但猎杀她的人们紧随其后 一只剑射中了她的肩膀 不足以致死 这是活生生的折磨 却是猎杀折磨的游戏 这是对你是自由的这句话的讽刺吗 133话中闭上眼睛的小Alan告诉大家 我为了得到自由 从世界夺取自由 但是我不会夺走你们身上的任何东西 你们是自由的 你们守护世界的自由是自由 我继续前进也是自由 只要我们都不放弃自己坚持的信念 我们之间就会冲突 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战斗 我是为了告诉你们没有谈话的必要 如果想要阻止我 那就杀掉我试试你们是自由的 无数超大句正踏平着地表 这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两千多年前的那句 你是自由的 上上一话 小Alan兴奋的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 殊不知自己正在制造着一场杀戮 而这一话在优密尔空间小Alan闭上了眼睛 当进入优密尔空间的三立 他们奔向Alan的时候 少女优密尔的出现似乎在同一时间 三立他们的位置被重置回 进入空间的原点 始终无法靠近小Alan 也就是说 现实的Alan陷入了沉睡 而优密尔空间中的小Alan可能也失去了意识 正在被优密尔所操控着 是他试图不让任何人接触到小Alan 当然这只是我的认为 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因为少女优密尔悲惨的尽力 沦为奴隶被同毒背叛 渴望爱却无法得到 自己的丈夫未曾把他当作过妻子 从头到尾他只是一个工具人 纵使他为王生儿育女繁衍子嗣 纵使他为王开疆拓土 灭入奸敌 纵使他为王豁出自己的性命挺身而出 结果换来的却是王无情的抛弃 而且王还残忍地将他的尸体 让三个女儿们分食 以确保工具人的工具可以得到掩用 这时我们也就理解了 当初在巨人第二季一地中出现的这张图 为什么王周围的人会窃窃私语 交头接二 指手画脚 他们针对的不是别人 而是被分食的尤米尔和他的三个女儿 因为他们是奴隶和奴隶的女儿 那么黑化的证据呢 也在这里 巨人中提到过 来自始祖尤米尔的诅咒 对 是始祖尤米尔的诅咒 不难发现 巨人之力拥有者们的命运呢 都是悲惨的 无一例外 不仅如此 只要继承了巨人之力 那就得面对和始祖尤米尔同样的命运 13年的余命 或者呢 被人吃掉 关于13年的余命这一点 应该是因为始祖尤米尔当年被分食时 正好是获得巨人之力的第13年吧 来自于尤米尔的诅咒 这让人感觉到 隐藏在可爱外表和悲惨不幸经历下的他已经黑化了 他仿佛是要继承巨人之力的人们 同样也去经历类似的悲惨人生 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不是他为了让世界重蹈自己所遭遇的覆辙而涉及的呢 但是这次他俨然从一个被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 这也和艾伦的经历同样是对称的 被流放进一空间的灵魂 同时又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任何时候都自由 如果说创造巨人是尤米尔在空间中堆下的沙雕 如果说尤米尔通道链接着所有尤米尔民 他可以篡改他们的记忆 改变他们的身体 那么一切的指令 还有巨人的身体 以及记忆的碎片 也都应该是经由尤米尔通道得以传输的 这样一来 Alan看见了记忆碎片 古丽夏看见了记忆碎片 以及这次法尔科看见云端之上的记忆碎片 是不是都应该是出自尤米尔的安排呢 的确因为巨人束缚了少女尤米尔的自由 但同时也让他有了机会夺取世界的自由 那是不是这也就解释得通 第145代卡尔王的不占契约了呢 王为什么要自寻自闭 将部分埃尔迪二人带入帕岛 走向黄昏 契约是他和始祖尤米尔缔结的 如吉克所说 他在接头Alan后 他把Alan带进尤米尔空间中 少女尤米尔修复了Alan 而就在吉克等待Alan醒来的过程中 吉克解除了不占契约的束缚 那么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第145代王和始祖尤米尔的不占契约 真正原因其实是卡尔王发现了始祖尤米尔的秘密 而卡尔王为了阻止始祖尤米尔夺取世界的自由 于是利用不占契约封印了始祖尤米尔的力量 让他无法战斗 无法发动地名 所以才叫不占契约嘛 结果却被吉克接头Alan进入空间给打破了 现在怎么知道吉克为了实施安乐死计划 被反利用了一遭 这个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 那么当年第145代卡尔王 虽然他成功地弄出了不占契约 是不是也被反利用了一遭呢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也专门地讨论过 听你这么一说真的是细思极恐 那少女尤米尔为了复仇 为什么偏偏非要等上2000多年呢 只是为了得呢 是不是现在你开始觉得创歌给出的这张结局图 还另有声音了呢 手抱心生儿是一个点 而那句你是自由的 是不是也很吸死即攻 咱们停止思考啊 大家不要认真 更不要信以为真 这些都只是我这个糟老头罪 一时兴起 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 哦 看在这该死的进度挑的份上 献出你的赞 献出你的逼 献出你的三脸吧 我的老伙计 这对于我们很重要 这次军人能不能被你顶上热门 就看你的安排了 永远他安排不了 这次是我们录的最长的一次 哭了 虽然可能最后就只有二十多分钟吧 其实这篇稿子有6800多次 将近7000次 是我们录的最长的一次 现在是晚上23点22分 嗯 录了一晚上 录了有四五个小时 对 录了有四五个小时 好辛苦好难啊 太难了 好吧 那么就下期不见不散 这里是塔塔 拜拜